诶 呦呦呦呦 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501单车 那我们今天要来干嘛呢 今天就是要来 改车啊 大家都知道 这台是我骑了很久的这个CANYO 然后最近还有那个TIME 所以这两台都会做一个升级 大家都知道我平常 不会改车 那因为最近看了那个 三道猴子的一生 我觉得车买来 还是要稍微改一下 OK 所以呢 这台车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呢? 其实最多人改的就是 BB或导轮这些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要来升级 我这台车的BB和导轮的部分 那今天呢 我用的这个导轮是 我们台湾的MIT大厂 SEMA 所出的这个对锁式陶瓷BB 还有它的陶瓷导轮 那究竟到底有多么厉害 改完有没有什么差别呢? 就请大家继续看下去 有请我们的这个店长 阿卿 今天来帮我们做这个升级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我这台Can用的私密处 不 这私密处是 武通到底长什么样子 还有BB长什么样子 对 然后还有它是怎么拆 放进去的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 所以非常的期待 好那我们就赶快开工吧 OK Go 好的 如同开场所说的 这是BB升级 和导轮升级的计划 采用的是台湾大厂 SEMA 所推出的产品 或许大家第一次 听到这个品牌 有点陌生 SEMA 其实也是一家半导体 相关的工生 本身有许多高精度的 培灵产品 而自行车的BB 和导轮 当然也是其中的产品 重点是 SEMA 目前有赞助许多 国外的一级 Pro Team车队 像是JCO 还有国内的新主自由车队 在这些车队的加持之下 其实对这个产品 已经有基本的信心水准啦 首先我们先从7月6年的老朋友 Keyo开始操到 这一款搭载的是 具有争议的 奥提寡68系列大盘 只是目前还不知道 直接从Keyo官网购买的 是不是能够在台湾做更换 不过到时候再说啦 现在这个环节 我们先卸下大盘 看着这个SEMA 原厂的拆装工具组 就知道这个BB的规格 其实是非常多种 所以有更换BB的需求 还是到车店来啦 第一次看到耶 第一次看到中间那一只 中间那一根第一次看到 哇好黑好直 ok 到了这个环节 我们就卸下大盘 然后就可以看到塞在里面的BB了 这还是我六年来第一次看见自己的BB呢 哇 像孔攝影机耶 偷看 眼睛入镜了 我手指扣长耶 我中指跟武通一样长耶 那你没有60岁的困扰了 只见阿清用特殊的工具 来把BB退出来 我们这样看一看以后我们就会修 脚踏车就自己修了 我看一看我最喜欢 我最喜欢 你修不完耶 我可不可以外包给你 不同种的BB 也有不同种的退出方式阿 而目前主流的BB规格 分为鸭路式和对属式 又有它各自的拥护者阿 鸭路式BB过名就是将两端直接用鸭路紧迫的方式来做安装 缺点是会容易有扩孔的问题 简单来讲就是 为什么解答你好会成 因为Jack把螺丝弄松了 一旦扩孔发生 在骑程过程中 就容易在五通部位产生异音 再来鸭路式BB本身两端培林的部位 采用套筒式的设计 彼此之间没有力量的牵引 所以可能在大量抽车的时候 产生受力不平均的现象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对手式的BB啦 对手式过名思义就是 两侧以套筒对手的方式来达到紧迫的效果 但是需要注意锁路的力道 以及BB是否有保护机制来防止五通的磨损 而对手式的BB 因为两端是互相锁紧连通的 因此力量可以平均稳定的分散在两侧 能提高传输效率 同时避免异音的问题 SEMA的BB采用的是CNC铝合金机密制程 公差非常的小 能够稳定的贴合五通 不容易造成扩孔 而且重量比原本的塑缸还要轻 不容易均裂 搭配内侧的Oring环和特殊倒角设计 在防水防尘的效果非常的好 同时搭配塑缸套缓冲设计 更不易造成车架的扩孔 可谓好处很多 加上陶瓷胚零的设计 顺畅度瞬间提升一个档次 而陶瓷胚零的产品 本身就是SEMA家的主力 所以自然品质不在话下啦 SEMA的陶瓷出 采用G5氮化系的陶瓷球 重量是刚租的40%而已 增圆度摩擦系数也很小 耐热不易膨胀 一点点的润滑就可以顺畅的转动喔 回到现场我们现在已经将Key用的BB退下来了 其实BB的规格有白白走 不确定自己规格了 其实SEMA也有专属的量表能够测量 其实它就是油标卡只做出来 这个其实基本上对应就对 因为它只有几种规格 这个比较大是46的 就有4种了 那这个怎么会有人那么小 怎么会有人那么小 这个我不知道 这是谁的 没有啦 这边是量那个 量这个下面 量下面 量下面的车架的宽度 量车架的宽度 不知道你是用86的 95的 9092 它的宽度不一样 所以这是亚洲欧美 有的是登山车的 欧美还有分黑人白人不一样 金测梁可以用的老车BB规格是BB86 所以马上请出我们对应规格的SEMA 对手是陶瓷配令BB 然后这个全是铝合金 CNC车出来的 哇 你看这个做工 完全不一样 这样挖 这个YouTuber的那个AI演算法 不要误会喔 这是一台车 你这让我想到之前做大肠镜的时候医生也是这样对待我 这样锁进去就好了吗 紧接着开始进行对锁安装 真的放进去慢慢锁紧就好了 这是保...保...保护套 再上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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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可以把大盘给督进去 进去嘛 进去嘛 啊... 进去了 這好像那個以前那個水龍頭的那個水桂架 很快呢我們就裝完了 好像還好順喔 好滑溜喔 當然呢都已經升級了陶瓷配列BB了 導輪也要一塊升級 現在看看原車的導輪幾乎是轉不起來 而SEMA的全陶瓷導輪轉到可以說是變成指尖陀螺 它採用的是無膠蓋的設計 免上有運轉就可以很順暢 而且完美的導角 陣附瓷的設計 能夠精準的換檔啊 這個標籤懂放 這個沒有放電池啊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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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轉到天亮了喔 安裝的過程 我們就不贅述 因為阿慶的手腳太快了 我沒有拍到 直接看結果就好了 看會抓到這個 新買的貼紙 對 你看 哎 哎呦很滑耶你看 你看 哎呦你看 真的很滑耶 哦 這個會有桿喔 這個應該很高 這個真的很久了 對這個會有桿喔 哇 哦這可以 哇馬上來感受一下 外面稍微小小繞一下 結果我們後面再來分享 哎好久沒有跨到這一台了 哎呦哎呦 要飛出去了 哎 後來忘記 後來忘記怎麼變速了 因為那個樹臉跟蜜蜜蜜不太一樣 哎好順喔 哎真的很順耶 我的天啊 換個BB差那麼多 既然來了 那就順便把 他也一起做了 起碼他退BB的工具 這個是有在賣的對不對 有 他是可以自己訂購 他有各種尺寸 好 這是二次最常用 然後呢 穿過去之後 這一隻然後他會 產生擴開 然後頂住BB的內緣 他的頂 然後頂住之後呢 這邊靠住另外一邊 然後鎖上去 然後透過螺芽的移動 他會這樣子 移動去把他 把他 移動去 推出來 就像剛才這樣 因為流程很像 我就不浪費大家的時間了 而Tai這邊使用的是S-RAM的大牌 所以搭配的BB 是大本的BB 一樣透過SEMA原廠的工具進行拆卸 他下來之後 對應一下 他的BB規格是BB386 對比86好像又更粗了一點 接著一樣端出對應規格的SEMA全新BB 安裝的方式就和KAN用的是一樣的 安裝的方式就和KAN用的是一樣的 好 不要的 抹完油 把大黃子 堵回去 就大功告成啊 非常的快速 插進去了 GO 我都在補一下 泳动机 没有啦 因为这个有上电池 所以一定会那个 真的哦 他一定会提早结束 导轮也一并升级完成 你看看这鼓溜鼓溜的顺畅度 让人忍不住想要多按他两下 OK最后上路实测 在肯用车的部分 升级的感受差异很大 只有顺畅和稳定 颗粒感减少非常多 可能是因为六年的老车 原本的培林就有点魔耗 所以带来这种巨大的升级感 他踩碳的时候 就是会给你一种 非常鼓溜滑顺的感觉 但是我不确定 他能为我们省多少瓦 而新车泰的部分 升级也有一定的顺畅度在 但是就没有肯用的 差异这么多 我自己是觉得 在爬坡的时候差异不大 毕竟回转数不高 但频路就真的非常的鼓溜了 在这几次的绕圈塞练习 感觉力量的传导又更加的直接 但这个变化真的很难去计量 可能要实验室才能做得出来 我在这边做的话 一定是在误差的里面 看网络上的一些数据显示 如果是陶瓷导轮的话 可能升级差不多一瓦 那BB的部分呢 我这边还没有找到相对应的资料 那我们假设全部升级 是有省到一瓦 如果反应在西晋五岭上的话 大概就是20秒的差距 当然也不确定这个鼓溜杆 是来自于陶瓷培灵 还是队锁是BB所带来的优势 加上我的导轮也是一起换 所以整个骑程踩踏的感受上 是有一种明显的磁浮感升级 CT不确定这个对于功率到底帮助有多大 但是踩踏的感受提升是一定有的 尤其是在频度高回转的部分 也许实体的瓦数不会省太多 但是心颖的瓦数绝对是有提升的 好啦 那今天的SEMA BB1导轮改装就到这边啦 希望对后面的绕圈赛 还有时代轮起解会有所帮助呢 OK 如果桃圆地区的朋友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501单车来做升级哦 好啦 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开箱 也谢谢阿沁提供场地 让小弟来进行拍摄 OK 那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